财经晚报我们要关心一个月到底能够做多少事情 拼经济 总统马英九亲自上阵宣布 要求陈冲内阁上警发条 一个月要拿出成绩单 让民众有感 不过网络民调有高达93%的人认为一定会跳票 就连蒋家第四代蒋友博也火力全开 批政府对他唯一的帮助就是把景气搞烂 星期晚上 马总统特立宴请立委们拔钢琴 当的张胜河 誓言向殷勤民所有财经首长面前 只见马总统以温和兼电态度施压 要求陈冲一个月交出有感成绩 当晚坐在陈冲旁边的立委还原现场气氛 大家有出乎意料了 就觉得说 那总统比我们这个螺丝上的更紧 我觉得任何时候三个月或一个月都有压力 怎么会没有压力 只是马总统开了支票 网友却觉得一定会大跳票 高达93%的网民不相信 雅虎期末六个小时内 永继了三千多人投票 马英九给陈冲一个月 我保证百万百一定会跳票的 他说一定跳票 六三三都跳票 怎么不会跳票 我一定不相信他 一个月实在太少了 就一定跳票的 小老百姓会对政府这么没有信心 蒋家第四代蒋友博讲得很明白 政府给我唯一的帮助是他妈景气搞烂 我真的不认为是公务员不优秀的 我是觉得这个系统实在是太奥底了 灾成助学人更点名都看不到未来了 还谈一个月拼游感 一个月游感 怎么可能游感 那我觉得重点不在游感与否 而是你能不能带来希望 看来马总统想拼游感经济 还是多听听老人言 不要只用水吧说 水吧说大家也会说 阿虚伯啊 讲咪